大家好 又是今期流行的時間 我是大鴻輝 今集就跟大家說一下Edward Chan 有什麼好說呢?大家都知道 Edward就是近這幾年裏面 在樂壇包括了作曲、監製方面 都是一個隻手可熱的監製和作曲編曲人 歷年來他的作品都更多 由早期的林一鋒、方大同、薛凱琪、方浩文、DHN 到後來的周伯豪、林奕康 甚至乎到陳伯宇、則田等等 即是早期的歌手 到現在的 好像今時今日和一班鏡仔合作無間 包括了阿姜、呂雀安、Edan 以及教主Anson Lo、葉巧琳、黃妍等等 都成為大家狼狼上口的大熱作品 多才多藝的Edward Chan 終於有好消息 近日公佈了Edward Chan首個個人的作品展 叫做Bluepin of Memory by Edward Chan 振合不同世代的歌手重新演繹 跨越時代的作品 以創作者的角度講故事 讓你感受一下Edward Chan 580元和388元 全場座位 今次演出的單位和歌手都相當強勁 包括黃妍、方浩文、林一鋒 Daniel、Dear Jane、薛凱琦、惠蘭、陳柏宇、則田 林奕康、葉巧琳 新一代的歌手當然是一班鏡仔 包括了剛才提及過的教主Anson Lo Edan呂雀安和和他合作無間的阿姜姜濤 相信一定會掀起一大片撲飛的熱潮 好像Edward自己都在他的社交媒體 個人平台裏也有出帖子 介紹未來的這個show 他就說 他的回憶藍圖由卡式帶開始 童年士自行為電視節目配樂 少年士流連旺角的唱片譜 初出茅廬在音樂室工作 卡式帶記載著一個又一個 和音樂有關的成長片段 如今卡式帶已經綻放他的音樂宇宙 創作過許多歌曲 陪伴過我們某些時刻或沮喪時候 來自信仰一般的位置 所以Edward這個個人的作品展 就是在這個情況之下面世 當然Edward所說的卡式帶就是他自己本人 經歷過這麼多年的磨練和成長 到今時今日終於出到他的個人作品展 透過這兩晚的show 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音樂作品歷程 大家想買票的話 可以透過中銀Visa信用卡 以及EXA安盛 在這個保險 在2月19日和20日早上10時起 中銀Visa信用卡優先訂票 然後2月27日早上10時開始 在Cityline公開發售 網上亦有訂票的熱線 我估計只有兩場show的話 應該大家就會掀起撲飛的熱潮 因為演出的嘉賓相當強勁 只是姜濤Anson Lo 加上Dear Jane 方浩文 甚至陳柏宇等等 等呂著安這幾個已經足夠的號召力 挫爆兩晚的一號展館 所以如果大家想買票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 除了出PoCi 日前Eric Chen也在AIRSI舉行記者招待會 邀請合作無間的歌手 很有出席 出席記招的人包括 有Jason 陳柏宇 林奕康 還有小明方浩文 黃妍和葉巧能 宣布他在3月23、24日 在亞洲國際博覽館舉行 由光上娛樂主辦 Cash音樂娛樂平台冠名贊助的 Blueprint of Memory by Eric Chen 第一個他的個人音樂作品展 回顧過去他的音樂事業 更加展示他的音樂上不同的面向 在記者會上 Edward提到Blueprint這個字 他說是一個建築上用到的工程藍圖的名字 有著對著未來的構想 Memory就是各位歷程的回望 所以看似矛盾的一對字詞 卻展示出Edward Chen本身的性格 他就說平時的我 要計劃好所有事情 但無論自己或製作團隊 製作的音樂 就會有一種溫度 看回作品名字記憶就會回來了 所以今次這個音樂會 就是理性和感性思維組合而成的產物 透過今次的音樂會 Edward希望牽動惡迷的情緒 引領一場未知的情感 釋放的同時 更加希望藉著音樂會 和一班好朋友聚首一堂 這個最重要 他就說過去每隔幾年都想做一些衝擊自己 包括早期組成公司簽新人 又試過處遲一些項目 好像教宗搞事 在網上發生的 多多近年有不同的人 造就了我自己發揮一些 從來都沒有想過的事情 例如做全民造星的評判 參與MIRROR的項目 得到很多人的支持 所以今次這個項目 希望可以趁著這個機會 集合大家一起聚集 啟動平時很多錯過的友誼 就好像開心的情景就回來了 而Edward最感動的是 廣邀那麼多歌手出席的時候 想不到反應很熱烈 很多歌手都爭著為要來 令Edward有莫名的感動 所以這個show 都被譽為世一演唱會 因為集合了很多不同年代的歌手 好兒子一堂 新舊的歌手都有 相信這個show 就精彩可奇了 其實數數手指歷年內 Edward的作品 包括他的作曲、編曲 甚至監製的作品 真是數之不盡 由他剛剛出道早期的 例如林一鋒的《離開是為了回來》 方大同和薛凱琦的《四人友》 方浩文的《Unbroad Me》 Dear Jane的《Racing Star》 後來的周伯鶴的《我的宣言》 林奕康的《高山低谷》 這首大熱作品 Jason陳柏宇的《沒有你》 我什麼都不時都相當受歡迎 之後還有 側田的《幸福止痛》 近年來的大熱作品 當然是阿姜的《夢雀嘴說愛你》 呂雀安的《伊先生連環不幸事件》 Anson Lolo Hunting的《Mega Hit》 和這個 惠蘭的《Is OK To Be Set》 葉巧琳的《難度我還未夠難》 和黃妍的《深的全部》 無論是大熱作品和Sidecheck 都是成為大家囊囊上口的金曲 即是數剛才上述的歌 已經值得相當期待 首首都是金曲 還未計算好多數之不盡的 一些沒什麼點推過 或者Everick純粹做監製 尤其是近年 他和姜濤有很多很多首歌 他的很多胎都是出自Everick的作品 我想估計在這個show裡面 應該最少都唱三幾首歌 是關於姜濤和他的合作 因為近年的確有很多的歌曲 包括了創作的靈感來源 以及和他一起孕育 一胎又一胎的作品 都是姜濤和Everick Chan的心血 所以大家都應該相當期待 未來這個Everick Chan的個人作品展 再加上Everick Chan 經常都在不同的音樂會上 擔任這個音樂總監的工作 很多時候都成為歌手們背後的男人 所以他的角色就相當之重要 所以接下來我也很期待 在音樂作品展上 除了展示這麼多他歷年的大熱金曲 歌手上台為他慶賀之外 期待會不會在他的編曲上 可以有新的火花 或者新鮮感給大家 例如將他過去一些自己的作品 串連成Madley 或者將一些本身的感覺 完全不同的他的作品 變成另外一個編曲 給另外一種感覺給各位 這個反而是我更加 在Show上更加期待的音樂 今集就跟大家講 Everick Chan的作品展 就講到這裡 不經不覺今集流行這個節目 來到年三十晚 剛剛好去到四百集 過去四百集以來 都多謝各位朋友的支持 在未來2024年 會繼續跟大家講多些不同的娛樂新聞 跟大家報導多些今集流行 跟大家一起分享我的看法 希望在農曆新年後 繼續得到大家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訂閱我們合家歡頻道 在這裡提早祝各位朋友 新年快樂 最重要的是 在2024年農曆新年後 最重要的是身體健康 每個人都開開心心看 我們的不同的娛樂節目 更加希望娛樂圈 更加有很多很多不同的 好的影視作品給我們看到 歌手們和一些演出者 都身體健康 這是最重要的 過去在2023年都出現了 很多不開心的事 希望2024年大家一個新景象就最好了 好 今集就跟大家講到這裡 記得訂閱合家歡頻道 我們農曆新年後再見